当然苏生昌的一个誓言风波打的是台独分子的脸 从郑利文现身说法自揭他当年离开民进党的主要原因 就是看到了民进党鼓吹台独的一个欺骗性 郑利文的这个说法当然现在不单单是岛内民众的共识 也逐渐成为民进党的一个共识 我们应该知道在民进党内过去常年把台独当做神主牌 但是在政治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民进党人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的 就如当年的民进党的一个领导人陈水扁就在媒体公开说过 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在今年的时候有号称台独理论大师的这个邱毅人 也在媒体公开说到分子才会搞台独 美国也不会支持台独这些言论 由此可见现在民进党内已经多数认同到 在这个国际政治现实面前 在两岸关系现实面前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而只不过目前民进党是为了政治需要 才把这个台独继续拿出来 继续骗取台湾民众的选票而已 民进党除了这个继续欺骗 用台独来欺骗台湾民众之外 它过去常年标榜的清廉情政爱乡图 目前也逐渐的一个退色 民进党在2016年重新拿到政权之后 可以说进入了一种快速腐化的一种状态 从2016年以来我们不断的看到有关民进党贪腐的一个消息的传出 从民进党高官传出在高铁丢失了300万 到后来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摄入集体贪腐的一个案件 都可以看到民进党这些高官在拿的这个权力之后 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当年的一个承诺 民进党蔡英文所说的谦卑谦卑再谦卑 在目前政治现实面前已经被积得粉碎 而过去民进党长期号称的这个清廉情政爱乡图 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形象 在经过政治现实面前已经被台湾民众逐渐看破 当然也引起了民进党的一些有识之士的一个反思 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担任过民进党秘书长的卢文佳 就对媒体公开说到民进党现在已经变位了 未来民进党出事是迟早的一个事情 由此揭示了在拿到权力之后 民进党一种快速腐化状态 就会变得了 对面业务 就会变得了